大家好啊,虽然这个我们天天批评啊,我批评啊,我这个频道天天批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滩烂泥 暖用都没有,但是呢,在西包屋子露袖子的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 依然还是有那几个读了几本书的人,在努力的发出他们的声音啊 在通过各种这个拽词,是吧,玩弄这个学术概念 然后扬金崩来批评西包屋子批评中国 有点意思的啊,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标题就是中国现在为什么这么难啊,是一些个这个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写出来的啊 涉及到一些个思想史的概念,一些个政治学的概念,一些个经济学的概念 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我跟很多企业家都很熟嘛,有一个企业家蛮欣赏我的 当时要给我投资150万,一年150万,让我办一个杂志 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政治学啊,经济学和哲学,是知道吧 哎,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啊,这么三种学科 然后呢,组建一个这个通识性的这么一个杂志,是吧 哲学嘛,经济学嘛,政治学嘛,这是现代学术界的啊 三个当红的炸子机啊,如果一个人有一点哲学的底子,有一点经济学的底子 同时又有一些个政治学的底子,你基本上你就是一个专家了啊,这你砖头的砖啊 你基本上就可以,假不假是自己是一公之了啊,到处这个什么讨论国事啊,是吧 到处这个发表高见,惹的是姑娘们都是裙子高高飘扬 然后能看到他的底裤,真的啊 这个中国现在为什么这么难呢 表面上看起来这篇文章是讲了一堆的词,其实是在骂习包子 所以的,我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分享的时候,我主要是跟大家解释啊 现在的知识分子,他是怎么写文章的,是怎么说话的 你如果现在还不是一个很牛逼的知识分子 你还在苦苦的求索的过程中,你没有一定的公共影响 这个节目对你来说很重要,你记住这几个词 你可以这个叫包打天下啊,包打天下 说这个中国现在为什么这么难呢 其实一言以必知嘛,就是因为中国出了个细胞子嘛 但是你不能这么说话呀,是不是 你这么说话你不找死嘛,是不是 你必须要装的特别有学问 必须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专家啊 不管是专家的专业的专还是专头的专 总归你要是个专家,他用了很多个词 第一呢是什么呢,他说消费上啊 就陷入呢叫做流动性的陷阱 是吧,很有意思 那什么是流动性的陷阱呢,一定要记住这个词啊 流动陷阱是我们的凯恩斯老师的这个概念啊 我昨天讲过凯恩斯老师这个人的啊 我起初呢是讨厌他的,我们都喜欢哈埃克 但是后来年纪大了以后,发现凯恩斯老师没有那么差 还行的啊 所以这个流动性陷阱呢又叫做凯恩斯陷阱 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中呢 流动性陷阱是指一个国家 当他的货币政策完全没有发刺激经济的情况下 无论是降息还是加息 无论是超发还是这个量化宽松 无论是这个怎么的怎么的 你都没暖用 暖用都没有 所以典型的流动性陷阱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这个完了以后所有的人都不愿意投资 是不是,物景口袋 政府发了很多钱,但是市场上看不到钱 你一听是不是,中国现在就这样子的 流动性陷阱啊,这个词一定要记住啊 以后你就,你再跟人家讨论问题说 哎呀,他奶奶的包子一折腾 中国已经陷入了巨大的流动性陷阱 听的人觉得你好牛逼啊 你是一专家呀,是不是 啊,流动性陷阱之一啊 第二,第二是什么呢 叫做什么,全球性萧条 这个东西很好解释的啊 中国人以前叫什么 叫经济危机,是不是 说美国1930年代 啊,大经济危机,经济大萧条 这个 今天的全世界排名第一位 经济学家克鲁哥曼写过一本书 我那个时候一个字一个字的看的 做了好多笔记 后来发现这个255是一个左派 我讨厌他 啊,叫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你们去看啊,中国有 中型出版是翻译过的 那本书写的很好 但是呢,没什么暖用啊 全球性萧条 我这么告诉你啊,你当你跟别人 就摇头黄老的说全球性萧条的时候 你就知道是什么呢 问题出在美国 因为美国的经济不行 中国也不行啊,全球性萧条 它是一种叫输出性通胀 全球性萧条 一个意思啊 第三是什么呢 投资上遇到了这个明斯克陷阱 明斯克时刻,是吧 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明斯克时刻 明斯基哦 明斯基时刻是个什么意思呢 是指这个市场在经济繁荣后啊 一段繁荣和资产的价格 因过度投机而膨胀 导致大量的泡沫 然后从而导致资产价格 一晚上早上醒来崩盘了 叫明斯基时刻 今天的中国也是这样子的 房子马上要断崖式的下跌 什么工厂都走了 整个资产价格不值钱了 是不是 所以你仔细看看中国现在的房子 有些人卖房子 他现在房子变得很便宜 他换各种招数 是吧 以租代买 比如说你给我交50万块钱 我租你18年 是吧 我用50年 租20年 租18年可以啊 因为你价格你买不起啊 他为什么要搞这种营销方式呢 是因为明斯基时刻到了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 假装自己是个专家 你摇头黄了 他说一个明斯基时刻 你能迷倒好多人 因为中国有的时候 人与人之间交流 就是一个饭局嘛 饭局是什么 饭局就是一个谈资嘛 你一开口又是所谓的这个什么 明斯基时刻 流动性陷阱 卧槽牛逼轰轰 苏老师啊 牛逼啊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 第四是什么呢 就刘易斯拐点啊 刘易斯的拐点呢 我是跟大家说过的啊 刘易斯这个人呢 我是蛮佩服他的啊 蛮佩服他的啊 我学经济学的第二个经济学家 就是刘易斯 第一个经济学是阿玛迪亚森 刘易斯拐点他是这个 简单说起来吧 用中国的话来解释 就是你会看到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就是大量的农村的劳动力 向城市里发展 但是突然有一天发现 这些农村的劳动力去城里 找不到工作 于是他们又乌央乌央的 又回到农村 这就构成了一个拐点 所以成为劳动力短缺的一个现象 所以你今天的大城市 广州、深圳、东莞、上海、浙江、杭州 什么的 你发现你招农民工招不到 一方面是农民工找不到工作 另一方面是企业招不到农民工 为什么呀 刘易斯拐点 这是个巨大的一个经济衰败的一个现象 他是用数学模型给你搞出来的 你记住这个词 是吧 我们说完刘易斯拐点以后 我们再说下一个词 叫什么 叫塔西托陷进 哎呦牛逼 塔西托陷进是一个政治学术语 你一定要记住 什么是塔西托陷进呢 是不是 塔西托是古代罗马的一个历史学家 某种意义上也是个政治学家 其实简单理解就是什么 当你一个国家的公权力 你没有任何信誉度 你失去了公信力 是吧 你怎么忽悠你也不行 因为老百姓他不相信你了 你说什么人家都不信 就这么一个情况 今天的美国其实也是进入了这个塔西托的这么一个陷阱 是吧 你美国说的上好水好 你太假了 那习毛子这个土工中国也是进入了一个塔西托陷阱 但有人认为 有人说这个什么 我们很有可能在最近几年要遭遇第三次世界大战 是有可能的 因为美国也陷入塔西托陷阱 中国也陷入塔西托陷阱 两个国家的政府都没有任何公信力 这个时候两个流氓就互相要打仗 是不是 两个流氓互相打仗 老百姓就躺着中枪 所以有人说肯定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为两个臭不要脸的流氓都出现了 你说是不是 所以你有的时候学点政治学的概念 塔西托陷阱 完了所以以后再讲一个词 叫什么呢 叫修西底德陷阱 修西底德陷阱又是个什么某东西呢 也挺有意思的 修西底德陱也就是今天中美关系 就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中国它是个后发国家 我们以前学经济学的时候 杨小凯老师 据说是最靠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 就讲过一个东西叫后发烈士 是吧 你是个后发国家 完了以后 你如果只是单向度的追求经济的增长 你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话 你的相关的民情秩序没有改变 制度设计没有改变的话 你一定会构成你的增绩增长的一个诅咒 一个烈士 是吧 完了以后你搞了半天一场空 现在这个东西你像我搞经济史研究的 一听你就明白 因为中国它的所谓的后发烈士 它已经发生好几次了 晚清11次吧 我说过晚清是中国最近200年 它两个最有钱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住啊 一定要记住 晚清是中国200年以来最有钱的时候 然后就是民国所谓的黄金时代 然后才是土工中国的所谓的改开 三个时候 三个时候其实前两个都构成了一个后发烈士 因为它像一个昙花一样的一线 完了以后迅速又毁灭又消失 这不就是后发烈士吗 是不是 其实这个修习底德先也就这个意思 就是当中国经济增长之后呢 由于你没有相应的文明体制制度的改革 所以你一定会遇到价值层面的冲突 这个冲突主要表现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地位 与美国这个国家的地位的冲突 就美国人呢 他担心你强大了以后挑战它 挑战它的国际地位 为什么担心呢 因为我们两个的这个什么 因为两个国家的价值观不一样啊 如果两个国家价值观是一样的 是没事的 所以你看人家美国人心上说啊 我们美国人和欧洲 我们只是竞争 我们美国人跟这个日本跟韩国 我们只是跟日本主要是跟日本啊 我们是竞争的关系 竞争带来什么带来繁荣 所谓竞争带来繁荣就是 虽然有竞争 但是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个儿良好 大家都是欢喜发大财 是不是 但是美国跟中国有一个价值观的不同 有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不同 最后一定是什么呢 冲突 冲突是什么呀 冲突是个中心词 其实就是打仗呗 所以这个美国的政治学家啊 叫埃里森 他就讲 他说这个当新兴的强国崛起石头 威胁到现有强国的国际的霸主地位时 双方就有可能直接爆发战争 所以有人说中美之间必有一战 现在这种事情特别多是不是 有道理的 啊 我们一口气讲了几个了 讲了六个 那还有第七个是什么呢 第七个很简单啊 恶心细胞子的 就是中国终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终于出现了一个伟人 二百斤麦子 二十里山头不换 现在一个大傻逼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中国也有这样的说法 是文革无能有多大的破坏 但是他出了一个细胞型就直 是吧 这是中国人的说法 但是我们这些人就是 你看中国共产党气数已尽 你选来选去 选这么一个傻逼 是不是 你不完蛋 他没天力 所以这篇文章写的不错的啊 写的不错 但是你要看懂他呢 需要有点精力 所以我的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 你就呢 把这几个词记住 流动性陷阱 全球性萧条 民司机士科 流易思拐点 塔西陀陷阱 休息底德陷阱 然后还有二百公斤麦子陷阱 是吧 你就把这几个词记住 你基本上你就趟着走 在中国任何一个饭局 你都口若悬河 屎尿之标 绝对迷倒众生 我跟你说 你骗骗骗姑娘 每一点问题都没有 加油 谢谢 谢谢